楊梓瓊演昂山素姬被拘捉 楊梓瓊在新片《The Lady》飾演緬甸民運領袖昂山素姬 竟然因此被緬甸軍政府封殺 她上星期三去緬甸 但抵達仰光機場後立即被扣留 當局拒絕她入境 還安排她搭下一班離境客機,遞介她出境 有官員透露,楊梓瓊已被列入黑名單 以後不可再搭捉緬甸 雖然沒有說明理由 但明顯與她飾演昂山素姬有關 《The Lady》講述昂山素姬的生平 主線是她為民主寫愛情的故事 昂山素姬原本在英國相夫教旨 1988年回緬甸照顧媽媽期間 成立全國民主聯盟反抗軍政府 自此與丈夫長期分隔兩地 九九年對方患癌病重 昂山素姬為免出國後不可再回去 忍痛不見丈夫最後一面 雖以愛情線為主 但已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觸動軍政府神經 還將楊子晴列入黑名單 楊子晴發言人不回應事件